大家好我是一封Chris 如果你不習慣就是入耳式耳機 或者說那種耳朵被悶住的感覺的話 今天這一款開放式藍牙耳機 可能是你正在找的藍牙耳機 那我手上這款叫做OpenRock Pro 它是一個開放式耳機 這個開放式耳機是什麼意思呢 它是一個耳掛式的 那它的耳掛式它的機身上會有一個喇叭口 一般以往的入耳式耳機 它是直接塞在你的耳朵口 它會把你整個耳朵給蓋住 那這樣子的優點就是音樂會很飽滿 音會很厚厚 然後聲音非常的清楚 但是有個缺點就是會悶熱 然後待不久 耳朵有時候還會被撐開來 甚至有些人還會發炎 所以有些人是戴不習慣那種入耳式耳機的 那這種開放式耳機呢 它是掛在你的耳朵上 那它的機身上面那個喇叭口就會發出聲音 以往這種開放式耳機 它的詬病就是低音不足 因為它畢竟沒有蓋住整個耳朵 因為低頻它是很需要一個密閉的空間 它才會給你一個更飽滿的低音表現 針對這個痛點Open Rock Pro 有開發一個新技術叫做Tube Bass 這個Tube Bass是低音增強技術 它可以擺脫那種耳掛式 低音不足的一個困擾 那接下來我們就一起來看看Open Rock Pro 這款開放式耳機的表現怎麼樣吧 好首先呢 Open Rock Pro它的包裝非常的精緻 我覺得它這樣子的配色還有它的包裝 放在賣場上面也非常的吸引人 打開包裝後可以看到 佩戴的指示說明還有說明書 那再來就是充電盒還有充電線 充電盒是採用Type-C的方式充電 那裡面的充電線呢 是Type-A to Type-C的 長度是30公分 旁邊的就是它的充電盒 充電盒是使用橢圓球體的造型 它的上面還有做壓痕 那可以增加握持的手感 比較不會滑手 底部就是它的Type-C充電口 還有指示燈 還有一個配對的按鍵 打開充電盒之後呢 這個就是Open Rock Pro的本體 那我覺得它的造型非常的特別 尤其是它的放置的方式 讓我覺得開箱體驗非常的新鮮 也算是非常有創意 那首先要來稱讚一下這個耳機盒的阻尼感 它這個開蓋的阻尼感呢 讓我覺得非常的好 那這個就是有在用心做產品的第一好印象 就是你開蓋的這個瞬間這個阻尼感 是非常的滑順 還有耳機本體的磁吸的力道也非常的足夠 所以它是不容易掉出來 你就算去甩 它也不容易掉出來 但是我們還是要來實際測量一下重量 單一個耳機的重量是13克 兩個是26克 因為Open Rock Pro它是掛在耳朵上 所以跟耳道社耳機的配戴感受是完全不一樣的 Open Rock Pro中間還有一個活動的關節 那這一個呢 是人體工學的五感耳掛 這個無感耳掛它的材質做得非常的輕膚 所以你戴在耳朵上的時候 其實你不會有異物感 我覺得它非常的舒服 它能夠調整的角度是非常多的 所以你戴上的話 你會覺得這個關節是非常厲害的 就算你有在戴眼鏡 再戴上這個Open Rock Pro也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好聽音樂之前呢 先來聊一下Open Rock Pro的規格 Open Rock Pro的單耳機的續航高達19個小時 充電盒可以提供46小時的續航 它的藍牙版本是5.2 支援APTX AAC SBC 動圈單體的尺寸為16.2mm 那這也提一下AirPods的單體是5mm 給大家做個對比 防水支援IPX5 反正簡單來說它不能下水啦 所以還是要小心 但基本的汗水 還有雨水是沒有問題的 好戴上耳機後呢 是一種截然不同的配戴感受 因為我非常習慣那種錄兒式的額道式耳機 那我第一次戴上Open Rock Pro這種類型的開放式耳機呢 一放音樂其實我還蠻意外的 因為這個Open Rock Pro它的耳機單體 其實離我們的耳朵口是有一小段距離的 但是它的低音卻非常的飽滿 那官方說明Open Rock Pro才用這個Tube Bass技術 它能夠讓Open Rock Pro的這個低音 減少露音 讓聲音更集中 所以 那就算有一點點距離 也可以讓你聽到很飽滿的低音 那這裡還是要跟大家提一下 Open Rock Pro它的低音呢 還是沒辦法跟那些高階的 錄兒式耳機的重低音耳機來相比 因為它畢竟沒有塞住你整個耳朵口 所以它的低音的感受還是完全不一樣的 但是Open Rock Pro它的低音 絕對比一些雜牌的耳機還要強很多很多 那作為一個開放式的耳機 尤其是這種喇叭單體 離耳朵口有一段距離 它的這樣子的硬質表現 我覺得已經非常非常優秀了 這個耳機如果你有機會去試聽的話 你會發現非常的神奇 因為 它的喇叭口 有這樣子的距離 卻有這種飽滿的聲音 而且有這種環繞音效的感覺 所以 這種體驗算是還蠻新奇的 我覺得最大的重點就是 它長時間配戴不會有那種不適感 因為它畢竟沒有塞住你的耳朵 那它是掛在你的耳朵上面 而且它重量也沒有說很重 所以你是可以長時間佩戴的 那我自己個人認為Open Rock Pro它非常適合健身的用戶 還有長時間在辦公室裡面工作的用戶 那我覺得開放式的耳機有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 你可以聽清楚 周圍的環境音 因為戴如果是那種降噪耳機的話 你會有個擔心感 你會不知道身邊有沒有人在叫你 或是說 有沒有車子會過來 有一些那種聲音你是必須要去注意到的 那戴這種開放式的耳機呢 你可以擁有很好的低音 然後你也可以注意到身邊的環境音這樣子 好接下來我們來測一下 Open Rock Pro的麥克風表現 那我現在已經戴上它的麥克風了 它的麥克風收音位置在 主耳這個位置 大家可以聽一下 好那Open Rock Pro它是採用CVC8.0的 降噪麥克風技術 那即便你是在 戶外 就是街道上的話 它的聲音也會非常的清楚 所以如果你是在外面健身 你走到街道上有車水馬龍的聲音的話 其實你的聲音還是可以收得非常清楚的 所以Open Rock Pro它可以給你一個開放式的耳機 可以讓你聽到環境音之外呢 你接聽電話 它的收音也可以非常的清楚 那重點就是它有19個小時的續航能力 所以你可以一直跑步 或是你一直運動 然後你也可以接聽電話 它所有的綜合表現其實都非常的高水準 好聽完Open Rock Pro的聲音之後呢 我自己也覺得它的通話非常的清楚 因為我自己這樣反覆測試過後就是錄完音 然後到電腦上面去聽一下 我覺得它的收音表現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我覺得它不管是在室內室外 就是健身 還是說在街道上講話 它的各方面的綜合表現我覺得非常的優秀 我覺得最大的重點就是它的人聲 它的失真率不會很高 就是你的人聲的還原度是很高的 好我自己實際使用這個Open Rock Pro 如果將近有兩三週的時間 那我自己也實際戴這款耳機 去長時間的去工作 在電腦前面連續使用大概三到四個小時 那我自己最大最大的感想就是 你戴耳機的這個負擔減少了很多 不管是跟耳罩式的耳機比 還是跟這種錄耳式的耳機比 這種開放式耳機呢 它最大的重點就是它的定音表現不俗 然後又可以給你一個很舒適的佩戴感受 開放式耳機還有一個很優秀的一點 就是它不會很悶熱 所以戴這款耳機呢 它會給你一種截然不同的那種體驗 如果你沒有接觸過開放式耳機的話 你會發現這款開放式耳機會 改善很多痛點 其實整個綜合體驗下來 Open Rock Pro它不管是在戶外使用 還是在工作室使用 它都非常的適合 如果你是非常不習慣錄耳式耳機的話 你可以嘗試一下這種開放式耳機 它可以給你不錯的定音表現 又會改善你的佩戴的問題 好啦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啦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也不要忘記開小鈴鐺 那我是以風、Chris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 應該大家 intersections 這樣做而且戴可以畫面 應該塔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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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politiques 就是下部影片的eren不要任何 跟打到 porn朋友 存在消費 拍體驗 被打 probability